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月16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有一宗非常恐怖的意外在今早發生 根據HK01的了解 在製作中式賀年糖果期間 全灣有個女工暈倒 掉進了教堂機 宋縣不治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商亦根根治安情況 摩雪油麻地 有一個人深宵的時間 被一輛七人車四名大漢遲到老酒 最後那輛車橙上行人路地討論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邊商亦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今天很冷 各位老友的一定要穿舊衣服 今天氣溫比昨天甚至低8至10度 和各位一起了解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犬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荃灣中式賀年糖果的廠房 女工跌入教堂機被困 送院搶救不治 報導的內文是荃灣一個製作中式糖果的工場 發生工業意外 在今天1月16日早上8點多 警方接獲沙咀道45號工廈單位一名員工報警 同時操作一部用作製作糖果的機器期間 發生意外 被困於機器當中 警方及救護員接報到場 那名女工人昏迷不閃 由工友陪同送往人際醫院搶救 可惜最終不治 現場是一個製作中式糖果的廠房 工場裏有紅棗 核桃和麥芽糖等材料 相信是製作紅棗核桃糕等賀年禮盒應市 消息指攝氏女工工作期間懷疑暈倒 之後跌落搞糖機裏被困 由消防員到場救出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這是非常罕見的工業意外 女工暈倒下跌落搞糖機被困 可惜送院後證實不治 軟死者安息 整個事件仍有待調查 另邊相亦跟進一下治安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由麻地四個大漢深宵街頭老舟男子 七人車產上行人路逃去無蹤 報道的內文是由麻地發生懷疑老人案 今天1月16日凌晨 四名大漢在由麻地尼敦道近壁街的街頭 將一名男子座上接應的七人車 不過逃走時撞到一架城巴 同時為了被車走捷徑 竟然駛上行人路 最後往往各方向逃去無蹤 警方正在展開調查 包括追尋涉事的七人車 及事主的下落 案件暫裂非法禁錮 交由西九龍總區重案組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警方說 凌晨5時15分 一架城巴N23 在尼敦道近壁街巴士站上下 有乘客目擊四名男子 突然在七人車跳下 有人拔出來恐嚇街頭一名男子 並將他拉上七人車 七人車脫口立即開走 但到駛時撞到巴士的車頭 七人車亦不理 往往各太子方向絕塵而去 警方將案件暫裂作非法禁錮 話說網上流傳一段短片 相信是巴士乘客拍攝 見到攝氏的白色七人車撞到乘巴過後 因為被其他車輛阻擋去路 竟然駛上行人路 衝行約摩20米 繞過車龍過後再下行車線 往往各方向逃去 七人車的車尾泵把是損毀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非常鮮人聽聞 當街當巷說 捉了一個男子上七人車 其後為了要走 一來撞到巴士 二來撞上行人路 另邊商相關的人 至今還未找回 警方仍然在找人 未有人被捕 亦意味著那個男子 現在仍然被人抓住 非法禁錮 另外亦提提各位 老友記 今天天氣真的很冷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大部分地區 已經降至11度或以下 交昨天低8至10度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天文台表示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冬季季後風正影響廣東 本港在今天1月16日早上天氣寒冷 大部分地區氣溫降至11度或以下 較昨天低8至10度左右 寒冷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天文台提醒 天氣寒冷可能影響健康 市民應該要小心保暖 另外強烈季後風信號現證生效 火災危險警告為紅色 表示火災危險性極高 今天天文台預測本港地區 今天大致多雲及乾燥 早上天氣寒冷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15度 吹和門至清淨偏北風 初時年岸及高地吹強風 只望未來1、2日早上持續寒冷 本週中後期大節天晴及乾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亦是天文台的資訊 各位老友記得穿舊衣 今早早起床非常冷 凍過昨天 估計這個冷的天氣有機會維持一段時間 稍為天文台更新最新資訊的時間 我們會再和各位網友分享 另一則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埔七人車司機趕電話 遭到截查時間 時速100公里狂飆 警方追截5公里 才揭發停牌 是這個通緝犯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新界北交通執行及管制組人員 今天1月16日凌晨零時 在區內巡來期間 在大埔吐露港公路發現 姓梁33歲男子 懷疑在開車期間使用手提電話 於是指示姓梁男子在近廣福村停車 不過姓梁男子拒絕合作 並沿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加速逃去 人員隨即展開追截 姓梁男子的私家車沿途衝燈 並以時速100公里超速飛遲 多次違反交通規則 警車沿途追捕 最後在5公里外的泰和路大埔消防局對開 前後包抄截停試駕車 警員經初步調查在車上並沒有遺禁品 但揭犯姓梁男子已經停牌沒有交罰款而被通緝 姓梁男子涉嫌危險駕駛 停牌期間駕駛 並沒有第三者保險下駕駛 及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被捕 他現證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位男子非常支援 當時在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 也是這樣被發現 近來有幾宗都是這樣 一被發現便走了 結果這個人當時開行100公里沿途衝燈 幸好沒有遇到人 其後截停了他 發現他原來停牌 另外和各位網友說說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是否很髒 食客批評點心精龍菌黑變 網友嫌不衛生 就說見到也不開胃 報導的內文是 各位食客在Facebook專頁 修基灣西灣可關注了法鐵文 上載兩張酒樓點心竹籠的照片 並寫著點心籠很髒 從上傳的照片可見 竹籠除了有少少的梅積 上面還貼了不少米飯 邊緣外側唯有一圈不明的黑色黏狀物質 就連內側也沾了一點 至於籠內的點心就未見異樣 鐵文引起熱烈討論 不少網友都高呼好噁心 發汪龍 紛紛表示竹籠不衛生 就說見到也已經想吐 怎麼吃得下點心 亦有網友說有人指酒樓一般很少洗的竹籠 就說不是沒有洗 是很久沒有洗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竹籠是否很髒 另外這個沒有影響大家的食慾 還是這是酒樓常見的情況 其實竹籠到達差不多 不妨劉果然一起聊 多謝各位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各位老友記記得留意天氣變化 今天真的特別冷 說冷的情況 因為大起大跌 早幾天還是很熱 今天這麼冷 就擔心一些老友記老人家 尤其是一些獨居長者 若然各位網友有些老友記是獨居的老人家 不妨關心一下 發短訊打電話問兩句都可以 說說天氣 發礦者的影片給他們看看 希望大家最重要身體健康非常重要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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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